花蓮市路跑年度体育盛会 2023花蓮太平洋纵谷马拉松 即将在11月18号登场了 而花蓮市长魏佳燕 则是在7号的启动典礼当中 正式宣布赛事开放报名 也欢迎所有喜欢跑步的朋友来到花蓮 透过运动体验花蓮的美 3 2 1 起 启动 今年迈路第9届的2023太平洋纵谷马拉松 在7号下午正式启动 今年的赛事包括半马21公里 小马10公里 迷你马5公里以及市长组 11月18号将由美轮田径场旁的海岸路起跑 让跑者们将东海岸美景景收盐底 在樱花蓮大桥施工 因应安全考量 今年则是取消了全马赛事 在昨天其实 我们因为考量跑者的安全 那就把我们全马的部分 就先拉掉了 因为再看看未来的 明后年的一个工程 看看有没有完成 那再进行再回复的动作 那这是今天的 这是这一届比较小小的一个余汉 今年的代言人 邀请到的是前黑岛盟 他是来自花蓮市姐妹市 也是距离台湾最近的宇纳国岛 希望借游这次机会 让日本与那国与花蓮两地一起编织出更多精彩的交流故事 很荣幸这一支首邀花蓮太平洋公布马拉松代言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那我个人也非常期待 借由这个机会 认识花蓮的这种人事物 那唯一遗憾的就是 我今天没办法到场参加记者会 但是我今天最大最大的心意 站在这个终成大海这边 希望能和大家共享这个关键的时刻 2023太平洋众谷马拉松 除了有多家旅树业者 寄出优惠好康 前3000位报名并完成缴费的选手 还能获得早鸟礼 今年提供的是好看又实用的 可折叠扩充型旅行包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可以把握机会 在7月31号而满之前 尽早上网完成报名 记者徐立琴 华联系报导 2 1 2